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在广东珠海举行 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企业 线上线下参展 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首发首秀 记者在现场看到 众多国之重器精彩亮相 其中首次展出的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 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 不久前 中国空间站替字基本构型载轨组装完成 在本届航展上 空间站展示舱便以一比一模型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中国空间站是一共有三个舱组成 分别是天鹤核心舱 问田实验舱和梦田实验舱 然后空间站的整个建设 也是以最终建成一个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为目标 是充分利用空间中的这种微重率和高扑射等等这些空间环境 开展一些前沿的科学实验 然后我们这边展出的这个空间站的展示舱组合体呢 是和真正载轨飞行的空间站比例为一比一的 然后外形和布局都高度还原的一个展示舱组合体 据介绍 除了按T字构型进行展示外 包括舱内实验机柜等配套设备都经过精心设计 整个展示舱制作历时三个多月 现场观众可以走进展示舱内 沉浸式的体验太空之家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天河核心舱的这个舱内了 它天河核心舱舱内的分为两个部分 现在这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叫做大柱段 是航天员天上做实验载荷 还有这个载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到了前面呢 会看到核心舱的小柱段是它生活的区域 所以在大柱段的话 载荷区域这里就有人系统机柜 然后可以研究人在太空中失重状态下的一些个生理表现 然后这块有一个高规重力实验柜 然后这里有个太空离心机 可以通过离心的形式 然后让一些材料测算一下材料在离心状态下的这些特性 这个区域是航天员公路的区域 可以通过仪表去查看空间站的一些状态 比如它的运行轨迹 然后它有一些舱上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参数和资源的剩余情况 这个区域就是航天员的睡眠区了 然后每个睡眠区有一个睡袋 航天员睡觉的时候是在睡袋里边拉上拉链 然后这样的话就固定在睡袋里边就睡觉了 每个睡眠区还配置了一个闲窗 航天员可以通过闲窗来观测窗外的景象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 就是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从视觉上面就比天鹤可行舱更大更宽敞 所以它对于载荷的这个支持能力 还有这个从空间上讲 然后还有航天的生活的这个空间上来讲 支持能力就更强一些 据了解 中国空间站舱内活动空间超过110立方米 配置两个航天员出舱舱口和一个货物气闸舱 并提供六个睡眠区 对于航天员睡觉来讲 那个不管是侧部还是顶部 怎么睡觉 由于在太空中没有重力 所以体验感是一样的 然后在顶部和侧部设计的话 主要还是考虑到布局空间的这个优化 因为这样的话能够更加节约的舱内布局 据悉 为了方便参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月规划了展示舱参观路线 坚固舱体完整性和人流流畅性 最大化确保展出效果和人员安全